连续13年新北市新庄国际狮子会 持续协助花莲捐血站拓展血缘 24号上午来到花莲捐血站 办理新庄狮子情缠爱到花莲 这次捐赠3000份防疫纪念品 由花莲捐血站站长代表接受 感谢爱心捐血人奉献宝贵血液 也期盼为疫情以及医疗用血的伤病 换乡亲尽分行李 新北市新庄国际狮子会 从98年起已连续13年在花莲地区 办理新庄狮子情缠爱到花莲捐血活动 为持续协助花莲捐血站拓展血缘 并感谢爱心捐血人奉献宝贵血液 24日上午第47届会长彭玉豪及全体师友 专程由新北市来到花莲捐血站 资赠3000份防疫纪念用品 由花莲捐血站站长蔡慧如代表受赠 并资赠感谢状 今年因为疫情相当严峻 我们带了一个 有两种防疫洗手乳 第一个有酒精膏 还有一个洗手乳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配合我们这边 当地它的需要 有大瓶的放在家里 小瓶的它可以随身带在身上 在旅行的时候 可以保护现在的疫情 我们都是延续这份活动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这边的资源比较少 一些要奸血的民众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到哪里奸血 也不知道奸血的好处 所以说我们特别加证一些纪念品 来这边让民众多了解 鼓励他捐血 目前我们的安全库存量 就只剩下六天 其中最缺的是A型跟AB型 就只有剩下四天跟五天 那O型其实也只有五天多一些而已 那是非常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踊跃前往各个 就近到各个捐血点能够踊跃来捐血 那本次呢 就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新庄师子会 来到花莲捐血站 来捐赠我们那个纪念品有三千份 那原则上我们会把它运用在 就是各个学校啦 还有一些部队里面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民众 我们在外面捐血的时候 我们也办一些活动 那我们在部队或学校的时候 我们要鼓励这些年轻人 能够踊跃地来加入我们捐血的一个行列 站长蔡慧如感谢新庄国际师子会 彭玉豪会长及全体师友的善行一举 未来将推广到校园和国军 借此鼓励年轻学子和国军弟兄踊跃捐血 并提到目前花莲捐血站 A、AB和O型都为达安全库存量 而周末两天 25日花莲中央师子会与花莲齐心师子会 26日在吉安庆天宫以及远崇海洋公园 都有捐血传爱送好礼活动 欢迎民众晚秀响应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